大家好 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中國內地放鬆防疫措施 正是經歷新冠感染的高峰期 之前一直批評中國清零政策的西方政客和傳媒 現在倒過頭來質疑中國實施的放鬆政策 其中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在記者會上說 全球都高度關注中國國內的疫情影響 希望中國妥善應對 考慮到中國經濟體量 這對中國和全球都是有利的 普萊斯又說 新冠病毒在中國傳播時有可能發生變異 對世界各地人民會構成威脅 外交部發言人毛鳴回應說 疫情發生近三年來 中國政府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從自身國情出發制定符合最廣大人民利益的防疫政策 事實聲明過去三年中國疫情防控政策 最大程度保護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 最大限度減少了疫情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 亦為科學認識疫情、研發疫苗和治療藥物 提高全民疫苗接種率爭取到寶貴的時間 實現了以最少代價實現最好效益的目標 當前根據疫情出現的新變化 中方正不斷地優化防控措施 確保更好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 相信在中國人民齊心協力、團結應對之下 中國方面一定能夠迎來經濟、社會平穩、有序發展新階段 中方願意繼續與國際社會團結合作 共同應對疫情挑戰、更好保護人民生命健康 推動世界經濟復甦健康增長、推動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 有關病毒變種的問題 無寧就強調中國有關部門和地方 正是認真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 認真實施二十條和新十條 不斷地優化防疫措施 有中央的堅強領導、有全國人民眾志成城 有成熟的醫療手段 中國一定能夠平穩度過疫情高峰 面對世紀疫情和歐美經濟畢竟 將會對中國出口續成一定的打擊 並且影響中國經濟復甦 未來一段時間中央的精力會集中後抗疫時期 如何聘經濟的議題上 從近日中國外交新聞中也觀察到 國家主席習近平20日晚應約與德國總統 斯泰恩·麥爾通電話 習主席說在中德幾代領導人的共同努力下 中德關係總體保持了向前向好的大方向 兩國成為全方位戰略夥伴 中德關係發展有著深厚的民意基礎 廣泛的共同利益和豐富的成功經驗 只要雙方堅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贏 中德關係一定能夠走得正、走得穩、走得遠 習主席還為下一階段中德關係發展提出了三點意見 首先雙方應該堅持正確的基本認知 中德始終都是對話的夥伴、發展的夥伴、 合作的夥伴、應對全球挑戰的夥伴 雙方要繼續通過對話、凝聚和擴大共識 以建設性的態度管控分歧 繼續充實夥伴關係內涵 第二、中德合作、務實開放 這是雙方關係應該堅持的最重要特色 過去50年中德貿易額增長了870倍 雙方應該珍惜來之不易的合作成果 加強市場、資本、技術優勢互補 造大汽車、機械、化工等傳統領域合作 挖掘服務貿易、智慧製造、數位化等領域的合作潛力 中方對於在華投資的德國企業一視同仁 希望德方為中國企業在德國投資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視的營商環境 第三、引領中歐關係健康穩定發展 這是中德雙方應該共同努力的方向 中方支持歐盟戰略自主 希望歐方堅持中歐互為戰略夥伴的基本定位 堅持相互尊重、相互包容、募實合作 互利共贏、堅持中歐關係、不針對、不依附 亦不受制於第三方 希望德國方面繼續發揮積極作用 與中方一起推動中歐關係、行穩致遠 習主席又強調中方願意和德方 在應對後疫情時期經濟復甦、乏力、氣候變化、 糧食危機、能源危機等全球性挑戰方面 開展更廣泛深入的合作 而斯泰因邁爾就說 德國方面堅定奉行一個中國政策 他對未來德中關係的光明前景充滿信心 德方願意與中方加強交往溝通 適時舉行西安倫兩國政府磋商 深化各領域的務實合作 就地區熱點問題保持密切磋商協調 更好地應對生物多樣性保護、能源危機、糧食危機 維護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 促進世界經濟復甦增長等共同挑戰 也願意積極促進歐中關係的發展 兩人又談到烏克蘭危機 習主席強調中方堅持主張、勸和速談 認為危機長期化、複雜化並不符合各方利益 中方支持歐方展現戰略自主 引領構建、均衡、有效、可持續的歐洲安全架構 實現歐洲大陸的持久和平和長治久安 雖然在德國總統並非是實權人物 但與習主席在外交禮賓上是對等的 兩人通電話主要是為中德建交50周年作一個總結 同時值得留意的是德國方面主動要求通電話 相信德國也面臨如何提振經濟的問題 又希望中國在俄羅問題上發揮影響力 習主席通過這次通話 表達的不僅是中德關係 更是對中歐關係的期望 第一就是歐洲要保持戰略自主 意思就是不能夠聽美國的話 第二中德合作要務實開放是最重要 意思就是德國想中國開放市場的同時 不能夠以所謂的安全理由排斥中國的企業 到德國投資 這才是務實開放 第三德國要與中國合作 應該引領中歐關係穩定發展 希望德國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和中方一起推動中歐關係行穩致遠 意思就是德國不能被那些反華的政客帶著節奏 否則中歐關係可能會倒退的 而對於另一個歐洲大國法國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國務委員兼外長黃毅 與法國外長科隆立舉行視頻會誤 黃毅說過去一年國際形勢變亂交織 地緣緊張局勢上升 世界經濟下行壓力加大 得益於兩國元首戰略引領和雙方共同努力 中法關係經受著變局、亂局的考驗 保持總體穩定 並且呈現積極發展勢頭 沒多久之前 習近平主席和馬克龍總統在巴黎島成功會誤 則盡了了解和互信 擴大了共識和合作 中方願意與法國方面密切高層交往 加強規劃設計、增強中法關係的穩定性和可預見性 深化經貿、農業、航空等募集合作 拓展綠色能源、醫藥衛生、科技創新等領域的合作潛力 盡早舉行新一輪中法高級別人民交流對話 推動中法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在新的一年取得更大發展 王毅又說中方重視法國的歐盟核心大國地位 讚賞法國方面堅持歐盟戰略自主 願意與法國方面加強戰略溝通 就全球性挑戰、地區熱點問題發出中法聲音 體現中法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高水平 為雙方務實合作注入新的動力 為中歐關係的健康發展 以及世界和平、地區和平穩定 作出中法貢獻 王毅也同時強調 針對新冠疫情進入新階段 中國將會繼續秉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科學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 不斷優化調整防控措施 為中外人員往來提供更多便利 中國經濟前景向好 超大規模市場潛力將會加快釋放 為包括法國在內的各國帶來更大的機遇 而科隆立說法國方面願意和中方籌備好 雙方下一階段高層交往 規劃制定合作路線圖 鞏固深化勢頭良好的法中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法國方面看好並且願意助力中方推進中國飾現代化 法國也經歷過幾波疫情反覆 讚賞中方應對疫情的新舉措 期待重新啟動、發動人民交流 逐步恢復雙方人員正常往來 法國方面高度評價中方發揮聯合國 《生物多樣性公約》第藥方大會第15次會議主席國的作用 推動會議取得重大成功 願意繼續與中方加強多邊協作 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 從王毅和法國外長的通話內容來看 中法關係似乎較穩定 法國同事都表達了支持中國調整防疫措施 王毅也聚焦中國的市場潛力 中法關係穩定 法國的發展機遇也會更大 大家好 《巴士的報》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也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石樓台新節目《10分鐘看中國》 每天用10分鐘告訴大家中國發生什麼重要事 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對看 現在很多媒體比較少說中國的新聞和分析 而且多數都是說負面的 少有說正面消息 叫年輕人每天抽10分鐘 看石樓台新節目《10分鐘看中國》 就會知道國家發生了什麼事 可以更深入了解國家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報訂閱石樓台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報 去巴士的報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瀏覽石樓台內容介紹 以及免費試看一些精選節目 多謝大家支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